- 寶貝 寶貝 - 寶貝 - 寶貝 哈嘍Pubby的讀者你們好 我是李濟 這一次這一個三件作品 本身它是一個序列性的關係 它都在講述關於行徑 關於我跑步 到一個陌生的環境裡面的經驗 跑步這件事情 讓我找到了一個 好像可以沉澱的一個方法 這個狀態同時 我也要克服我自己身體的極限 如果我會關掉我的身體的感受 我會讓我的想像放大 或是我的聽覺放大 這個是 周極靈感很重要的一個過程 每一次的作品 它都要去想像一些更多更新的方法 跟可能性 那那個都是不斷在挑戰 不斷在革命的過程 這樣子的挑戰 對我來說是一種很踏實的存在 建築師給了我一種理性 跟具有邏輯性的思考 藝術家讓我充滿了感情 充滿了對於這個世界的熱愛 然後跑步呢 它是讓我在一種規律的狀態底下 去平衡這所有的事情 自然的節奏應該是 我們找到一個屬於我們自己適合的規律 然後適合的作息 然後在這樣子的一個條件底下 去感受那種規律性的平衡 那這種自然的流動 對我來說反而是一種 Nature Light 然後在這個表演 充滿了 謝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